這個是白玉蘿蔔 怎麼寫是顆粒 不是紅豆 菜販賣蘿蔔 攤子上明明寫著來自蒲莉 老闆卻說是美濃的白玉蘿蔔 白玉蘿蔔太多 你一瓣就沒那麼漂亮 老闆賣的每根蘿蔔又打又白 還掛飽正式價格的白玉 但專家可不是那麼認為 美濃白玉蘿蔔不會那麼大啦 像手臂那麼粗的蘿蔔不會是我們的 高雄美濃的白玉蘿蔔進入產季 怎麼料理都好吃 價格是一般蘿蔔的兩倍 但市面上也出現不少假白玉 框片消費者 就是白玉蘿蔔 可別以為在美濃買到的 都是真的白玉蘿蔔 攤位上蘿蔔分區擺 當地人馬上就發現 有可買的不是真的白玉蘿蔔 一個手掌那麼大 像麥克風那麼大小的時候 就會把它採收了 從田裡面拔起來 會有點像人生的這樣子的鬚鬚 今年想分辨假白玉蘿蔔難度也提高 因為過去只要認明細長質 就是真的白玉 今年雨水多不利蘿蔔生長 白玉蘿蔔的外觀 跟著變形 但這些全是真的白玉蘿蔔 而這兩根外觀粗胖的蘿蔔 也是在美濃買的 但只是普通的蘿蔔不是真白玉 而這一根跟手臂一樣粗大的蘿蔔 就是假的白玉蘿蔔 它價格大概落到40跟50塊左右 有沒有 有很多地方的蘿蔔 它就假借是美濃白玉蘿蔔 在那邊賣 專家說真白玉 通常會有細小的人生虛 表皮會有一絲一絲的 外觀細長像跟釘子 通常尺寸不會太大 市售白玉蘿蔔的價格 已經從10塊到50塊都有 今年受到雨量影響 白玉蘿蔔外觀形狀多變 也難怪市面上出現不少 假白玉 礦片 消費者 只有郭政王佩如 高雄報道